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个八字 己是五成心有己丑 这个八字是我课的 然后因为前阵子 我有批过他爸爸八字 因为他爸爸突然出了大问题 然后去开刀 然后他来问我说他爸爸的一个状况 那一集他有看到 然后他就来说 可不可以帮他的八字也做一起这样子 然后顺便看看 然后我亲口讲的是怎样 我们来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基本上各位就会知道 土生经 他的土很旺 他的土很旺 地支因为曾有一土 曾有一核就变成火生土 所以说他地支的一个状况 就会变成是一个官义相生形的 天刚为印 地支又为官义相生形的 各位可以清楚出 这一种的 其实基本上他靠的是以官为贵 以官为贵 他以官为贵来讲的话 他的用神就是以官很特别好 所以说基本上他本身从事 从商 可是基本上他这个人从商 并不太适合于他的本性 虽然他的大运有一个财运进来 可是这个财运基本上 他还必须要看流年的颜色 所以说虽然这个是本身是一个 大运是财 看起来好像不错 可是他的财运其实基本上是看流年的脸色而定 所以说他的财运不会很稳定 我们看看他的天干跟地支 都是一个印和旺 然后官 地支又一个官为贵 所以说其实他是比较 比较适合去走学术路线 工作职场路线或从政路线 这三种路线对他都很好 简单的讲 去做心灵导师这一种就很好了 这一种是一个会给人家很激励的那一种 偏偏他走错了运程 他走错运程的时候 他去从商 所以说 我们那时候我就会跟他讲 你从商就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印的特点 什么叫印的特点 印的特点 诚心诚意 所以说对 他说大家都觉得我做生意 很诚心诚意 可是除了这一点就没有 对 我说对 本来印就不适合从商 结果你去从商 你自然而然就只有什么 低声下去 然后抱持着一颗诚恳的心 这样子而已 所以说这一种的 基本上做生意很不稳定 而且人家讲的付出跟获得不成比例 这个八字就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八字来讲的话 我们会比较讲说 以他的八字而言 去走向 我刚刚讲的 职场 从政或者学术 这三方面都很好 学术 所以说他可以走的像学术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西方常见的身心灵这一块 这个八字也有办法去走这一种 而不是 简单讲 自己想要做什么 你要自己想要做什么 结果去做 做了因为你的八字并不太适合 然后各位你看 他有没有食伤 他有没有食伤 这一种人反应会快吗 商场临战场 这一种反应不快 这一种就是比较食的公家机关 或者是学术机构 慢慢来步调缓慢的 他不需要马上做反应的 可是商场临战场 你每一分每一秒 做定下一个时间 到底时机就跑掉了 你没有抓到就完蛋了 所以说他这一个真的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滚 假如是说真的 我们简单讲 那是因为他勉强靠一个财运 可是这个财运基本上 又不是说时时刻刻很稳 因为这个财运就很怕什么 彼尖劫财 他很怕彼尖劫财 所以说他只要走到劫财运或者彼尖劫 他几乎就破财 甚至他只要跟他走到一个乙木财运 他也都破财 所以说其实这个八字来讲 财运的部分 你看彼尖劫财就会破财 他只要跟人家合作有办法 本身能力不足了 又没办法跟人家合作 很不好赚钱 很不容易赚钱 赚钱很辛苦 但倒不如走出他自己最独特的 就是官印相生 官印相生 假设这一边有一个官 财生官又来生育 这一种的状况的话 是不是他以官为贵 什么叫官 或者是说他在职场上 或者是说他在作为一个讲师来讲的话 可能平常还好 可是一旦有官运进来的时候 财生官用不来生理 他为什么名利双收 名利双收 所以说这个八字而言 我们都会建议就是说 你那个生理 要是以我的话 我会说 就收一收算 反正你也做得很辛苦 而且赚的钱怎么办 就比跟一般的上班族差不多而已 而且你还要承受 赚钱赔钱的这个压力 与其如此 倒不如去做 最适合你八字的一个发展 你八字的一个发展 你看他的八字就是以印跟官为主 可是这个财根本进来没有什么作用 还会财破印 还会财破印 财破印的话就是投资没有账法 或者是女朋友跟妈妈处不好 家庭纠纷 这一类的 各位是不是这个财进来反而还没有好事 所以倒不如 倒不如去走另外一样 就是以官应为主的工作 所以说我建议过 你讲的是你可以做讲师 这一种的可以做讲师 他的讲师就是以应为主 那应是代表什么 官爱慈爱 所以说他就做的就比较容易是西方的心灵学导师 心灵导师 还可以做什么 这一种的当着作者的话他要写什么 激励人心的 他因为应是给人家力量 所以说做那种给人家力量 正面能量的那一种心灵激励的 成功学导师都很适合 而且这一种 简单的讲他不能够教什么 技术 这个没办法教技术 因为他没有食伤 所以说他不能够教技术方面的东西 什么叫技术方面的 技术方面就是说他不要教那一种 什么某某一百招 会让你变成怎样 教你判一百招 什么人际关系一百招 也就说教技术的 对他而言不利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食伤 他用的是印 所以说他要写的书是什么 如何自我激励 他就是要写像这一种的 就是激励方面的文章 而不是以技巧为主 所以说他是以身心灵方面为主 这走宗教也很好 走宗教来说的话 人家看到他就舒服 所以说这一种 你就知道说 他没办法讲技术 因为他本身就没有食伤 他没办法有那种专业技术 可是印的特色 他就是很有很厉害 所以说这一种的八字 我们就不会去叫他虫伤 所以说他有问过我 我说你假如有机会的话 你能收就收 然后去走一些对你真正有帮助的 以你本命来讲真正最好的 因为你真正走这一边 假设有财进来 财生官生 生印来生你 那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不然也可以走一个火生土 土来生金 那也OK 也就是说都是以官为主 而不是以财为主 这个八字说真的 他就是以官为贵 财会因为他的官而忘 这一种八字是以官为主 所以说他的用神 我们一般就会给他什么 火 火生土 土来生金 地支这边有火 也很漂亮 但是不能够不见 不能够不见 这个什么时候会不见 如果生年的时候他就会不见 所以这一种的状况下的话 他的用神基本上都会给他火土 火土这两个 而不是 火土的话 各位你看 他本身土就已经勾忘了 你还要给他土 那是不是跟传统命理学会差很多 管他差多少 反正有用就对了 所以说你看 他有另外一个是火 火对他来讲是官 他就有的时候会印证 可是有的时候又不会印证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传统命理学里面 有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奇怪 这个本人是有学过八字的 他有学过八字 他还要来问我 所以说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人的八字 以官为贵 所以说官是他的用神 印是他的洗神 可以来帮助他 你有官来讲的话 才会对你有帮助 你看他天干有没有官 没有官嘛 所以说财对他来讲没有帮助 那像今年来讲 ok 流年有一个丁对他会小有帮助 可是各位3到7月是没有的 所以说他3到7月他的财一定受影响 而且他的工作运也会跟人不好 所以说他的财跟官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他真正最重要并不是财 虽然很总财大运 顶多让他的财运会好一点 可是对于他的本身的一个 八字的一个组合来讲 并没有很大的助益 因为他就是一个以官为贵 官为贵 为贵 所以说他就可以多找一些 跟火有关的 说定了也可以跟我一样 网络 网络这一些演艺圈 这些都属火的 可以让他的官运都会好起来 假设他假如想要做 做商业的话 说真的 网络界面这些 或者是像我那样子做一个直播 视频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是以官为贵 五行为火 火代表他的官 假如是说用食神的概念来看的话 他就是去找份工作 或者是做他土的那一种特性 就是印的特性 就是会给人家 印就是什么 人家在低潮 会给人家力量的 那个就是什么 宗教心理这方面的 很好这个八字 在那一方面就会很好 可是 要教人家如何去赚钱 食伤 他技术 该怎么做 这个八字就没有办法 所以说有好有快 这一个八字会比较像心灵 就是说专门讲那虚无缥缈的很厉害 但是你叫他讲一个实际 该怎么赚钱 那再来 就是说要怎么去追你朋友 讲这一种的 技术的 他都比较不行 但是他跟你讲人生大道理 这个八字就很厉害 所以说不一样的特性 但是往往他刚好走到要用技术 因为食伤身材 他跑去做生意 所以说自然而然很辛苦 会很辛苦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你在做什么行业 你先去看看你的八字适不适合 你去看看你的八字适不适合 而不是自己所想的 说真的 不是说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成功一定有努力 但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有的时候甚至会大失败 像这一种八字来讲的话 他很努力 可是他的收入可能就跟一般 当人差不多而已 甚至很辛苦 甚至很辛苦 所以说他假如走对了一个路线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的工作 他走对了 原来他不太适合当那个老板 他是适合当寿星阶级的那一种人 他就去找那一方面的工作 对他而言他才会好 就会很轻松又愉快 谁说一定当老板才赚钱 当你没看到那一些做身心灵讲师的 也是一样很赚钱 一个讲座几千个人在那边听他 在那边讲 那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对于他们来讲很适合 所以说 为什么批八字 我们没有很少再跟你批说 你的身价会有多高 那没有用 说真的没有用 也不会有人这样问 说真的 那些都是在网络上纯粹问命的才会这样子 真正都是像这样 是 我发展的不好 你看你走错路线了 当然不好 所以说我们真正在批的是像这一类的 各位要清楚 这往往也才是对当事人有帮助的 而不是 来一个就问他 我身价多高 你身价这上亿的 他就很高兴 我去就跟人家讲 我这个八字以后身价是上亿的 上亿的要有相匹配的能力才有 不然你要有相匹配的佳金 假如你是跟我一样 哭哈哈的 你就要有相当的能力 才有办法上亿 不是空有一个八字 我说过的八字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这个机会 很多人没办法把握 把握不住就只是一场梦 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所以说这个八字是我的客人 要求我 看可不可以帮他做一个视频 这个八字来讲 就是很简单的 以官为贵 以硬为辅 硬为辅 官为贵 尽量少谈技术性的东西 谈概念性的东西 概念性 所谓概念性就是摸不着边际的 那一种东西 宗教 哲学 身心灵 人生大道理 他只要谈技术专业 这个不行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八字 一个最 最有特色 也是他八字里面最专长的地方 就是在这一边 他最不专长的就是在技术这一块 所以说不要去走 对于你八字不专长的那一块 不然你会做得很辛苦 得到的不成正比 所以说这个就是今天的八字 各位 每个人都有适合每个人的 行事风格 还有你的工作职场 但是假设你已经在了工作职场 你没办法像我这个当事人 他可以做一个大转变的时候 你就必须在有限的空间里面 你的条件中 慢慢的去找出你的用心 然后用在你身上 逐步逐步的慢慢的去帮你的运程拉起来 这样子就算你在不对的一个职场中 你也会最少最少 会比原来要好很多 要好很多 这个就是这个八字的一个特色 各位下一次有名再见 拜拜